同学注意看 我们说欧洲呢 他接受马歇尔计划 那是当时不得不然嘛 要不然什么 自己没有能力快速重建 然后什么 以当时的苏联为首的势力 不断的往西欧这个地方移动 好 所以呢 大家要什么 一起反法西斯 还有反什么 共产独裁 那接下来呢 反这个反那个 那我们这边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制度呢 所以同学看 从政治上社会上来看呢 同学注意啊 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呢 是必须是我们的什么 就等于说欧洲的什么 基本的价值 还有什么 政府运作的什么 规范 同学注意看 我们在这边讲民主呢 好像理所当然 对不对 好像大家认为这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同学注意看 所谓的普世价值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普世价值啊 谁说了算吗 谁制定普世价值啊 大家都这么想 就是普世价值 大家都这么想 所以就是就是这样子了 好 同学注意看 所谓的普世价值 当然大家听就是大家都要接受的一个价值 价值观嘛 对不对 价值其实就是什么 也是引导大家的一个行为规范嘛 对不对啊 那但是同学注意看啊 刚才有同学讲啦 大家都都是这么做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了 不对的 同学注意看 普世价值基本上是强者制定 强者说了算 为什么这么讲呢 同学注意看 这边讲民主 这个模式 这个政治运作 或者是民意汇集的这个体制呢 同学注意看啊 德国并不是 从西方人的眼里来看呢 德意志民族是什么 重视集体的 看到没有 所以什么 我要改造你啊 要把你改造成议会民主体制啊 德国人是很重视集体的哦 别人都说好了 同学们应该有注意到吧 上一次什么 世界杯足球大赛冠军队 是不是德国啊 是不是 在美洲南美 那个在巴西还在哪里啊 那一次啊 对不对 上一次巴西嘛 那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吧 德国队好像不太重视什么明星球员 对不对 他们重视每一个人都要表现得很好 对不对 甚至最后打赢了 没出场的那些什么 有些是受伤了 有一些因为球场上就规定那么几个球员嘛 没出场的朋友看到没有 在场上的 是不是拿 因为他们的T恤 不是每个人都有个编号吗 拿的没上场的什么 T恤的号码 你一看就知道那是谁嘛 他这次没上场 但是胜利他也有份 看到没有 胜利在场的什么 球员拿着那个T恤到处 沿着场 别整个场在那边跑 高兴啊 对不对 没有哪个英雄嘛 像巴西球队很厉害啊 南美的球队不是很厉害 但是你再怎么厉害 你就是只有一两个明星嘛 明星失常 你们就什么 打不赢了 看到没有 老师指的这个是生活上的例子 他们都是那么的重集体 那反映在制度层面 所以同学注意看 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多厉害啊 希特勒如果放在什么 巴布亚牛井内呀 他也威风不起来了 董老师的意思吗 如果希特勒跑去巴布亚牛井内呀 喊让大家什么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自己坐家里凉快吧 董老师的意思 你要搭配一些什么 主客观的情势 那德意志民族是非常重视集体的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战后 战胜国 他想尽了办法要彻底改造德意志民族 就先从这个什么 制度面我要把你彻底给你翻转 那但是同学注意看啊 这大概在一定程度上 走到今天啦 我们的后见之明啦 来看呢 大概什么 有一点点成效 但是什么 同学注意到 他毕竟这个民族性是几千年的 所发展出来的嘛 对不对 这发展的过程中 他会形成这个 是不是德意志民族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遭遇到比较庞大的什么 天灾 人祸啊 各种因素 几千年下来 形塑的这个民族是什么 重视集体的 所以同学注意看 德国人跟什么 德国人他基本上什么 他服从英雄 美国人还有其他西方国家人呢 崇拜英雄 听清楚了 一个是崇拜 一个是服从 所以在服从英雄 服从强者 当然老实讲是英雄啊 听清楚不是狗熊啊 是英雄啊 所以这个英雄必然也是强者嘛 对不对 所以一个服从强者的一个什么 不管是团体也好 一个民族也好 他什么 他推动他的运作 平常政治体制政府的运作 甚至什么 同学注意看 甚至包括学校的运作模式什么 他也是什么 服从什么 所谓的领导的哦 所以同学千万不要以为 西方国家的人都个人主义什么 所以为什么同学注意看 德国人跟法国人走在一起 法国人就显得不晓得到底要干什么了 他就很松散嘛 对不对 那但是并不是表示说 法国人松散到 完全没头没脑 也不是这个意思 法国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也是什么 他的制度的设计基本上也是什么 也是集中在什么 法国皇室还有法国后来大家所熟知的什么 拿破仑他所推动的什么 集权制 只是说每个国家的集权的运作的模式不一样 所以走到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法国的政 他的制度是总统制 行政权集中在什么 总统身上 所以你们看法国也有总理啊 但是大家好像搞不清法国总理是谁 也平常也不注意法国总理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是什么 总统是权力高度集中的 所以对于什么 同学注意哦 并不是所有的欧洲人 都是好像从生下来就接受他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哦 所以战胜国特别是美国 他要改造整个欧洲这个地方呢 他什么 他就给你改成什么 要议会民主制 那当然走到今天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这不同的民族性呢 他虽然被套上了什么 议会民主制 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仍然存在这个影响力 也就是说 德国在议会的运作过程中呢 他就比较不会像其他议会民主制国家 一个议案死缠烂打胡扯 拖那么久 他也会协调沟通也会了 但是就不至于像什么 那当然就是英国啊 这个老牌的什么 议会民主国家 在那边扯了大半天 同学在这个BBC 或者是英国的一些什么 媒体里面就可以看到吧 他的议会 开会的时候吵个半天 对不对 也是很特别的一种形式 那好 那为什么 同学注意看 甚至不仅是欧洲这边 战后 被什么 这个议会民主压在他们身上 你非这么做不可 那甚至为什么美国 同学注意看啊 美国呢 他什么 那当然有一些欧洲国家 对于我们亚洲 非洲 拉丁 美洲国家 也非把这个议会民主制 强加在我们头上 管理这个文化的土壤 适不适合 他都往你身上套 对不对 那 甚至有些 有些什么 非洲地方 他根本还是原始部落 你硬要搞的什么 议会民主制 就搞到什么 内战不断 其实同学注意看 欧洲今天的难民危机 不管这个难民来自于叙利亚 北非 对不对 因为有些也是北非 这样上去的嘛 同学注意看 当然因素很多 但是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和这个相关的 就是什么 一样 你欧美国家 强加在他们身上 你非要搞议会民主制 但是他这个文化的根 却不是这个东西嘛 所以怎么弄也是什么 弄不好 到最后什么 内战 就等于说 你强迫他搞呢 反倒把他国家的基本秩序给瓦解了嘛 那同学想想看 国家基本秩序瓦解 开始动荡的时候呢 无辜的老百姓 他有一些 他真的家乡没办法 生存了嘛 他是不是就往外跑啊 对不对 那对于非洲人来讲 往外跑 他不可能再往更差的地方跑啊 他一定想往好的地方跑嘛 对不对 那特别是北非 他要能够往外跑的话 他不往南欧 他往哪里去啊 对不对 南欧是不是离得他最近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为什么 我拼了命的游个泳 然后划个小三板 我也要拼一下试试看嘛 对不对 总比在什么 自己国家内战被打死要好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今天这个东西 现在当时大家不敢质疑啊 对不对 因为夹着战胜国的优势嘛 对不对 那除了战胜国的优势之外 同学注意看 为什么西方人这么自傲 认为他们的议会民主制非常好 应该是放诸四海儿什么啊 都行得通的 好的制度啊 同学注意看 西方的民主制呢 其实是什么啊 它的形成也可以说是什么啊 阴错阳差的形成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或者是说 阴错阳差的过程中 涉及到最关键的就是什么 利益的分配 我们说英国女王 她什么 她当时 伊丽莎白一世嘛 当时不愿意接受教皇的什么 在婚姻上的什么 安排嘛 对不对 老师之前不是有提到吗 她曾经提出一个很有名的问题嘛 也就是说 当我作为英国女王 我的看法跟你罗马天主教皇 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英国老百姓 该听谁的 那当然对于罗马天主教皇来讲 当然是要听我的啊 那对于女王来讲 那听你的那我算什么呀 我怎么治理国家呀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很具体 很根本的一个问题嘛 对不对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 老师第一堂课就讲了 宗教组织 它本身也是一个权力组织 所以它影响力这么庞大的时候呢 有一个女王敢跳出来 质疑她的权力正当性的时候呢 或者是说想要跟她夺权的时候呢 她也绝不手软 对不对 所以你们注意看 历史上欧洲宗教界和政治界 这样打来杀去 不曾断过 还有这种暗杀的情况 所以伊丽莎白女王呢 她公然跟什么 罗马天主教皇什么 就等于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了 你就来夺我的权啊 你伊丽莎白女王 你凭什么 来夺我罗马天主教皇的权力啊 对不对啊 所以当然对她进行铺天盖地的什么 要谋杀或者是什么 想尽办法把她拉下来嘛 对不对啊 所以她为了保住自己的什么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欧洲历史上 不管哪一个国家 她的国王也好 女王也好 不是都曾经被送上断头台吗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嘛 欧洲的历史上 就是有国王被送上断头台嘛 对不对啊 所以并不是说哦 你当一个国王 你当一个女王 你就可以什么 号令天下 没有的 如果没有人支持你的话 什么啊 那你绝对是孤家寡人啊 等的被杀吧 董老师的意思 那伊丽莎白 一时她当然不愿意坐等被杀呀 所以同学注意看 那这个时候她当然也知道 她是孤家寡人啊 对不对 罗马天主教皇要对付她的话 那就太容易了嘛 所以同学注意看 在这个情况之下 她为了要保命 然后又想跟什么 罗马天主教皇切割 也就是说她希望以后 也就是说英国人要听我的 不是听你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同学注意看 她这个孤家寡人 要预防被刺杀 或者是什么 被拉下马的话呢 同学注意看 她不得不什么 倒过头来跟内部妥协 跟谁妥协呢 第一英国的什么贵族 对不对 因为这贵族大概也都是 她的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亲戚嘛 或者是什么 对于英国的什么 各个方面有重大贡献的 分封的 因为贵族两大类 一类是靠血缘 另一类靠你看你有没有什么贡献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两大 那当然有贡献的这一类 是比较后来发展的 因为皇室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所以开了一个门嘛 对不对 最早都是靠血缘 但是所以注意看 就是老师刚讲的 你女王你都想要跟罗马天主教皇夺权 那英国其他的贵族 有没有可能跟你夺权啊 跟你女王夺权啊 所以你当一个领导人同学切记啊 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你不要以为你当一个领导人 大家必然服从你哦 随时随地都有人想要把你的脑袋砍下来 或者是什么 来抢你的位置嘛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在说明了这一点嘛 对不对 所以伊丽莎白女王她什么 她要防止这一点啊 自己的理念还没贯彻 就被砍下来了那怎么行啊 对不对 所以她只好内部妥协 妥协就怎么样呢 也就是说我适当的把权力释出来什么 给一些贵族 那当然交换条件就是什么 罗马天主教皇来对付我的时候 你们也要帮忙吗 对不对 如果你们不帮忙把我给砍了以后 接下来就砍你们了 对不对 好 所以那交换条件 你们跟我站在一起 我呢 我把我独享的这个什么 行政权 以今天表达方式来讲就是行政权嘛 对不对 那当然那个时候 行政立法司法全在女王手里嘛 对不对 所以我这所有的权力呢 我什么 我释出来一些听清楚哦 只是一些给你们 那当然在经济上什么 好处也会给你们很多嘛 对不对 那你们就和我站在一起什么 一起对付罗马天主教皇 所以同学注意看 这就是一直发展到今天 英国的议会的上议院 还是贵族院嘛 看到没有 英国今天的议会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嘛 下议院在选的 上议院是贵族分封世袭过来的 看到没有 他就有这个历史背景嘛 因为我把权力让出一些给你们 你们跟我站在一条线 对付什么 罗马天主教皇 那当然后来会有一些老师刚讲的 你有贡献分封给你的 没有血缘的 这就是后来什么 陆陆续续什么 因为女王他为了什么对抗罗马天主教皇 在内部的经济活动方面 他也承袭了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一些什么 比较开放的一些什么 做贸易做生意 你们自己在家做个小买卖 我都开放了 所以陆陆续续什么 赚钱赚的不少的 这所谓近代的中产阶级 陆陆续续开始了 老师还没说蓬勃发展 只说开始了 这个发展 所以使得什么 同学看到没有 英国的议会陆陆续续什么 形成 所以他的源头一开始 也是一个分权分利益的什么 一个地方 所以发展到今天 同学注意看 大家抢夺利益呢 不必非要经由杀人的方式 可以坐在议会桌上什么 谈怎么分 所以议会同学切记 从一开始 他就是一个什么 谈利益分配的地方 那当然走到今天 很多地方很不幸 发展成为分赃的地方嘛 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会不满意嘛 为什么走到今天 议会民主体制 在全世界就面临非常大的什么 谴责 你嘛变成什么 分赃的地方 然后你又没有效率 你扯得大家都动弹不得嘛 就是因为你们自己还没分好啊 对不对 那但是当时的源头的确就是什么 大家坐在一起分配利益 然后什么 对付罗马天主教皇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 对付罗马天主教皇之后呢 让英国有一个宽松的一个空间 发展商业各方面啊 因为既然罗马天主教皇的影响力 在一定程度上 挡了一下哦 老师只是敢说挡了一点哦 没有那么深入的介入到英国 就使得英国承袭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这种又做贸易 又海外想要出去探险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同学注意看 成就了以后英国的什么 工业革命 对不对 那同学注意看 工业革命的成果同样 皇室 贵族 还有刚才老师讲的 那个时候初步兴起的中产阶级来分 所以同学注意看 那个时候大家认为这个制度是好的 因为什么 帮英国挡住罗马天主教皇的什么 势力进到英国来 没有那么深 另外呢 使得英国的财富爆炸式的成长 所以大家不觉得那个 那边分利益是不好的呀 看到没有 甚至什么 英国后来 工业革命成功之后 他们分的利益不仅是英国内部啊 还有老师之前讲的 他很少全世界的什么 大英国协所有的利益就这三种人在分啊 看到没有 皇室 贵族 还有刚才讲的 那个时候的中产阶级 陆陆续续发展到现在 资本家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其实英国这个国家 贫富差异是 不仅是大 是超级大 因为这个国家的资源 握在这三种人的手里 其他的人 非常辛苦 所以这些人 这一次透过赌烂票嘛 我公投我就跟你赌烂票啊 对不对 我这个倒霉鬼 我倒霉了几百年啊 对不对 那我现在好不容易什么 我在这么倒霉 这么没有资源的情况之下什么 我要保住我的什么 退休金 对不对 结果你居然还开放难民 过来 还来分我的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英国这个历史背景 所以英国这个国家 你们看这个黄寺一天到晚好像搞得美美的 对不对 所以现在什么 黄寺现在也变得很低调 对不对 因为民怨太深了 就是什么 这个民怨不是这一两天的民怨 而是工业革命之后 英国的资源的分配 同学注意看啊 老实讲这个资源 英国的资源分配啊 大家可能还没有办法感受 大英国协在全世界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它掌控的资源 那真的是什么 无法想象 就等于说这个地球都大部分归英国什么 来分配啦 对不对 那你说英国这三种人 他分配到的资源 他不仅想要什么 他那一代分配到啊 所以为什么老师刚讲说 今天这些公投赌烂票的这些人 他为什么那么一肚子火 老师刚特别想 他火了几百年啊 不是几天而已哦 就是什么 因为同学注意看 同学可以想说 那那个时候有 那可能不是说 富不超过三代吗 应该就垮啦 对不对 那就应该轮到我了吧 对不对 来这位同学你来谈一下 为什么 那个时候的财富累积到今天呢 他为什么没有富不过三代 就垮啦 他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们东方不仅是中国啊 东方人是都有这个概念啊 富不过三代 所以大家要勤俭持家 要除续要怎么样 对不对 这是我们从小听到的什么 不仅是东方哦 西方的什么 老师这些期一开始的 基督文明里面的新教 也非常勤劳 姐姐 那你说英国他们 哦那几百年下来 那应该三代早过啦 应该早垮啦 那为什么到现在 还是那三类人 他的子孙含着金汤匙啊 金汤匙老师都觉得太小了 但含着金条出生啊 还有含着钻石出生啊 那他们里面也有挥霍糟蹋的啊 那他怎么不败其家呀 所以让这一次公投赌烂票的人 他 我管你英国干嘛啦 我的退休金就是 又有人来抢啦 对不对 不用想得太难 你们绝对知道 只是你们没有把它 整合在一起 你我也受到影响的东西 你这是不是翻译的 不是 不是 好 老师已经往这个方向 点你一下啦 还想不到 来 那你来帮忙一下 对 他为什么能够含金汤匙出生 含钻石出生啊 不是富不过三代吗 你再怎么多的资本 也有什么 挥霍光的时候啊 不是吗 你是不要想到 还让他挥霍不光啊 不仅挥霍 散不光 还要能够什么 持续保持 你不做事 你也能得到 是什么 你祖先什么 积德还是怎样 不用想的太难啊 你们一定知道 什么 你说什么 博士劳工 哎呀 博士劳工 播个几百年 人家也革命啦 那当然你 你这个问题的确存在 所以为什么同学注意看 后来什么 英国什么 大家 当然 成就的是什么 后来的马克思嘛 对不对 就是劳工的确被剥削的很严重嘛 对不对 好 再问一位 来你 今天你我都还受到影响啊 同学不要以为跟你我没关系哦 大声你 海外投资 这些大家都想到了 同学注意看啊 你讲这个 同学注意看海外投资 有没有可能只是赚钱 没有赔钱的啊 啊 殖民 对啊 那现在又被赶回去了啊 殖民的确剥削了非常多嘛 那但是也有被赶回去的时候啊 对不对 老师上一堂课不是提到过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美国透过什么 鼓励所有被殖民的地区什么 大家进行民主解放战争嘛 把所有欧洲这些老牌 殖民国家的势力都赶回欧洲啦 美国什么 简县城啊 现在轮到他在吃啦 你 大声一点 大英国协在撑腰 这是当时的重要一点 但是什么大英国协也有衰败的时候啊 所以他们从制度面来设计的 这就是你我今天都受到影响的 智慧财产权 你发明了以后 谁要谁要来抄袭就要被制裁嘛 对不对 你要你要学习可以你要付费 对不对 所以你祖先不晓得发明了一个什么小东西 到今天你都在吃 看到没有 所以不得也不得不佩服他们想得到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著作财产权 对不对 专利 对不对 在做有学理工呢 知道这个专利的威力吧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面 那当然走到今天 透过最下层的不断的抗争 就是你刚刚讲的被剥削啦 我不是被剥削一天啦 我也被剥削几百年啦 对不对 我们这几个阶级的被剥削了好几百年 那你们那几个阶级的什么 独享了几百年啊 那是不是什么 同学注意看 那我跟你讲说 哎你不要你不要 分我一点嘛 没有用 这就是老师讲的 有谁嫌自己的钱多啊 在座有哪位同学 你觉得你自己的钱太多了 不要了 有没有 没有人嫌自己的钱多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就是什么 后来成就了马克思 老师上一堂课讲的嘛 哎这边什么 大家都觉得这个制度 这个真的是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要改变 那改变呢 同学注意看 老师上次是不是提到过 两大类嘛 一类是什么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工业革命之后推展的这些制度 这个制度呢 同学不要以为是完美无缺哦 他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只是说什么 在那个时候 因为他协助了女王 摆脱了什么 教皇对于英国的控制 然后又让英国成就了工业革命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当然只看到他的好处啊 不是吗 一段时间之后 这么多分不到利益的人 其实在历史上 他们都在抗争 不是只有今天才在抗争 一直都在抗争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哦 那抗争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我走到同学面前 你们下课把你们的钱包都交出来给老师 有谁愿意啊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才会后来的什么 无产阶级革命啊 不是吗 对不对 好 全世界的穷光蛋 因为你大英国协在建构全世界 就像刚才讲的 你在海外也剥削 对不对 所以在全世界也成就了一批超级穷光蛋啊 被剥削者啊 对不对 所以变成大家陆陆续续什么 开始抗争嘛 对不对 那当然另外一个呢 就是老师讲的 德国逼斯迈提出来 就是说 面对这些抗争 是不是尽量什么 用一些和平的方式来处理 好 那个 玉成你把这个窗 这个门稍微开一点 就 这个 逼斯迈呢 就主张 那好 他想出来的什么 社会福利的市场经济 同学注意看 推动社会福利市场经济本身 政府呢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议会民主制 政府手中如果没有高度的什么权力集中的话 国家总体资源轮不到政府在分配啊 不是吗 如果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制 你在议会里面你打来抢去 没有用啊 因为资源不在你手里啊 不是吗 你分什么 没得分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问题哦 不要一听到啊 这个民主普世价值什么都好 不对的 其实他问题是一大堆的 只是走到今天什么 又掀起另一波的什么 你在欧洲本土 大家什么 都觉得什么 无法接受 甚至不仅英国 匈牙利这几天是不是 也是说要公投什么 不遵守什么 希望什么 不要让难民进来嘛 对不对 不遵守大家的决议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 那当时呢 同学看到没有 欧洲推行民主 那亚洲呢 同样的 美国也是什么 压了日本 对不对 建构日本式的议会民主啊 对不对 老师讲 日本式的议会民主 意味着什么 日本的文化的根里面 也不是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好 那我们说当时为了要改造德国 所以强推这个民主 那好 那德国当时战败国嘛 那当然德国那个时候 在一定程度上 他也没有条件不接受嘛 对不对 因为你一个战败国 当然是别人说了算嘛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战胜国要改造德国 是什么 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同学注意看 你是战败国 我就是彻底要把你毁了嘛 那但是 所以割地赔款 我就说把你给毁了 就没想到 还是没毁的情况之下 又培养出一个希特勒嘛 对不对 所以退而求其次 同学注意看 这就是老师一直讲的 人类历史发展 不是一直幸福快乐的往前走的 他是充满了什么杀戮 往前走的 只是说在你杀不赢我 我也杀不赢你的情况之下 大家各退一步 才成就了一小点点的什么 生存智慧嘛 对不对 进而建构一些新的制度 看大家是不是能够以和平的方式什么 来运作嘛 所以人类从古到今 其实什么 一切的问题的源头 就是你要战争 还是你要和平嘛 就这两大核心概念 对不对 那好 那到了这边呢 那德国在二十世界大战 又是你把大家搞的什么 毁灭性的啊 对不对 所以同样注意看 战胜国对于德国的什么改造 不仅在议会民主之外呢 我虽然没有要你割地 也没有要你赔款的情况之下 我还是要把你给拆了 这就是后来德国什么 分为东德西德嘛 对不对 那西德这一部分里面 美国英国法国再分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呢 首都柏林再拆一次 看到没有 我把你这个国家拆成四份 首都也拆成四份 因为柏林对于德国来讲就是什么 不仅是行政中心 而且是什么高度的什么 集体主义的一个核心所在嘛 甚至同样刚讲奥运 其实同样注意看 希特勒统治德国的时候也办过奥运啊 对不对 他在奥运里面弄种族主义的那种 概念的传播那真的是淋漓尽致啊 所以战后为什么 你们注意看 大家没有要拆解日本啊 对不对 那更何况东京也没有被拆成四份啊 那当然你可以说因为亚洲的战胜国 中国各方面也是产胜嘛 没有能力来处理啦 没有能力来处理啦 对不对啊 那欧洲这边就是什么啊 美国他什么啊 主导嘛 把德国首都拆成四份 整个国家拆成四份 同样注意看我讲这个拆成四份 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啊 当然 就表示什么 你这国家 你不是主人啊 这显现在你我局来讲 作为一个观光客 你要到德国去 举例来讲啊 你坐飞机 你坐德航的 因为我们知道德航是德国政府 占最大股份嘛 你坐德航的飞机 如果到了德国 不管哪一个飞机场哦 有的时候可能什么啊 明明机长之前跟你说 我们已经到了 局来讲 到了德国慕尼黑的机场附近啦 是不是机长都会先广播一下 谢谢大家搭乘 对不对 然后请大家把安全带系好 对不对 这一定的流程 那但是呢 你到了德国 如果你坐德航呢 你明明到了机长这一套标准的 这一套话已经讲完了以后 然后又告诉你 哎呀我们要在上面等一下 在空中上等一下 不能降落 为什么要排队 怎么个排队 战胜国的飞机排在前面 也就是说美国英国法国的什么民航机 如果先到什么 或者是就在附近的时候呢 你德航的什么 民航机你先在后面等着吧 这三国的飞机先降落 民航喔 看到没有 你这个国家是没有主权的 已经被我们给拆啦 虽然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意涵没有 我们没有殖民你 我们只是控制你 但是已经控制到这么深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因为大家觉得什么 德国太不可 太无法令人想象啦 你搞了两次啊 不是一次啊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你先动的嘛 对不对 不管因素怎么样 就是你啊 你搞的大家是毁灭性的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同学看到没有 为了要什么 彻底改造 或者是说控制住德国 除了刚才讲 把德国瓜分四份 首都瓜分四份 政府的制度要变成议会民主制之外呢 就是 因为大家 受不了的是什么 我们要肢解你的话呢 就是之前老师讲的 德国工业各方面 什么他都是原创的 他不是代工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什么 只要还活着一个德国人 他都可能什么 再翻上来 因为今天大家所有的 都是他发明的 对不对 所以只要还有一个德国人 他都有可能再翻上来的情况之下呢 你一定要什么 彻底的掌控他嘛 掌控到什么 大家看到没有 煤和钢 为什么先从煤和钢切进去啊 大家一起共同发展嘛 当然德国鲁尔区的煤很 煤产量蛮多的 那只是这个原因吗 大声一年你讲 对非常好 煤还有钢 是很多工业产品的什么 大概基本原料嘛 对不对 甚至别的不说吧 你们今天如果当观光客 去德国旅游回来 要买的伴手礼 送给亲戚朋友的 是不是里面可能都有一些 是不锈钢的什么 成品啊 他已经显现在 生活层面上的东西都是 这都是他的强项啊 对不对 那这些强项放在军火业方面 那是不是太吓人了 对不对 所以什么 为什么同学注意看 那德国当然也理解嘛 知道大家已经那么痛恨他 然后什么 也害怕他的情况之下什么 那好吧 那我先理解一下 你们到底怕我什么 你们到底讨厌我什么啊 对不对 所以第一 那当然是军火工业 你一定要什么 四出嘛 对不对 你要和大家什么 一起发展啊 对不对 因为煤焊钢除了军火工业之外 就像老师刚讲的 生活上很多都需要这些东西嘛 所以大家一起发展吧 对不对 因为德国也理解嘛 因为德国当时第一任总理呢 也 他也要说服德国人啊 对不对 就说我们 如果不把我们所有的东西 拿出来跟大家一起的话 那我们什么 我们德国人无法从战败的地位 快速的什么 和其他战胜国立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啊 对不对 为了能够达到这个平等的地位呢 我们必须什么 让步啊 对不对 你把人家都毁了 你这一点让步 你如果都做不到的话 大家什么 死缠烂打 搞得你几百年啊 对不对 这就是今天日本在亚洲碰到的情况嘛 对不对 你都把大家毁了 结果你还 不承认 他只说我只是进出 那大家怎么能接受呢 对不对 那德国当时什么 第一任总理就已经公开的跟德国人讲嘛 如果我们不道歉 不什么 跟大家共同发展 我们德意志民族 先不要说跟这些战胜国了 我们德意志民族要能够重新再战起来 不用想啊 所以大家什么 只好什么 跟这些战胜国一起发展的话 你只好把你最好的东西交出来嘛 你不能说随便拿出什么东西来应付大家 没这回事的 看到没有 你只能把你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跟大家一起发展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就是什么 1951年 这三个国家先什么 签订了 煤钢联营 也就是什么 德国卢尔区的煤 和这些国家 共同组成的一个公司来经营 看到没有 就等于说产销配置各方面 大家一起搞 陆陆续续的什么 财什么 好 好刚才讲煤焊钢嘛 对不对啊 那接下来呢 同学注意看啊 煤焊钢弄完了以后呢 当然很好 但是什么 看到没有 这边还有一个原子能 然后来的核能 可以注意看煤焊钢啊 我们之前上课也提到过啊 其实什么 今天的核能物理方面 最强的 或者说最早发展出来 大概其实什么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呢 其实中欧和北欧什么 就已经陆陆续续很有什么进展了 这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诺贝尔 这个定期在颁发诺贝尔奖的这个诺贝尔 诺贝尔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为什么老师之前上课有提到过嘛 诺贝尔奖 其实第一大奖 就是物理奖 对那当然他没有歧视别的奖啊 只是说最开始的什么 想到的就是 就是颁发物理奖 那为什么一开始不是医学啊 对不对 那医学不是可以救人致病吗 致病啊 对不对 其实同学注意看 这个就是什么 当时什么 西欧中欧北欧的这些科学家们 其实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什么 陆陆续续就已经发掘了这个核能 当然更那个时候先是叫原子能 然后陆陆续续更进步嘛 那好 那那个时候呢 同学注意看 因为欧洲啊 就是老师讲的嘛 小国伶俐 而且欧洲大陆内部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沙漠地形啊 对不对 所以他在研究室 其实已经发展的很不错了 但是拿到外面呢 他没有地方试报啊 对不对 那但是诺贝尔 后来为什么会有诺贝尔奖啊 就是诺贝尔他们这些瑞典啊 这些什么北欧中欧西欧的这些物理学家们 他们很了不起的 陆陆续续有这个成就出来的同时呢 他们也警惕到 因为同学注意看 他们一开始并不是想要作为武器啊 因为那个时候石油还没发现嘛 对不对 那欧洲呢 长期来主要的燃料是煤嘛 对不对 但是大家也知道啊 煤是高污染的嘛 对不对 所以欧洲国家什么 为什么到今天同学注意看 他们对于能源的反应 不管是在研发也好 找寻也好 他们反应为什么这么快 就是什么 同学注意看 欧洲人他有个高度的意识就是什么 我们这个地方是缺能源 看到没有 也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其实很少在这方面就突破了 那但是这些物理学家们 算是蛮具有什么 专业良知的 怎么讲呢 因为他们也警觉到 他们研发出来的这个东西呢 如果用在什么 军事上 用在战争上 那也绝对是惊人的致命的什么 新的武器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诺贝尔他们那些 当时的那一批很了不起的物理学家们 他们什么 有在讨论这个问题 后来为什么决定设这个奖 就是希望警惕后人 在享用核能或发电的同时 要大家要警惕 不要把它用于战争上 因为我发明这个东西是为了造福大家 因为我们欧洲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天然资源嘛 对不对 燃料各方面 因为煤虽然是高污染的 除此之外 他也有挖完的一片嘛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有个备用的嘛 对不对 那这个备用的居然有可能变成武器 自人于死地的武器啊 对不对 所以诺贝尔他们那一些后来什么 陆陆续那些科学家 甚至大家所熟知的Dr.Schwarz 什么 史怀哲 那个时候不是也在非洲行医吗 那后来他们的信件 公开了以后才知道 其实他们那时候非常多 这些蛮杰出的人 他们彼此都有在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后来什么才有这个诺贝尔奖的设置 希望透过这个奖的设置呢 能够警惕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用到什么 军事用途上面 那当然这些用心良苦了 所以当然同学看到没有 后来为什么这个诺贝尔奖里面也有 后来也有医学奖 这都是配套的 所以你们看诺贝尔奖的项目不是很多 对不对 那但是彼此之间是有关联性的 他这些科目别彼此之间是什么 是有考量的 不是随便设哪一个项目 颁发哪一类 不是这样的 好 那铃声响起 大家就休息一下吧 好休息一下